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状态不是稳定 七月事业运势下滑 七月 十月感情运势欠佳 但是总体来讲 下半年感情领域的好运气比较突出 事业运势也可圈可点 事业方面 自八月开始 稳步上升 运势多有贵人相助 逢新的发展机遇到来 渴望加薪 获独当一方 财运很旺 赚钱容易 三 生孝虎下半年运势 终极 立贵人生孝虎下半年运势平平 有好运的时候 也会遇到大的困难和挑战 是很有利于自我成长的一个时间段 好运之处主要集中于贵人方面 七月和十月至年底的时间段 在遇到困境时 会有长辈 上司 同辈现身急于指导和帮助 故凡事宜多听取他人意见 有利于发展 事业方面 受到贵人运势的影响 除了八 九月份外 事业运势大好 工作求职生直接有利 经商者求财 顺畅 感情方面 下半年十月以前虽然桃花尚可 但是想要展开心恋情却举步维艰 年底感情运势会有回升 单身者可多加关注 四 生孝兔下半年运势 小兄 不利感情生孝兔下半年运势欠佳 形势多于阻碍 发展受困 年底还可能会遇到小人发难 需要时刻做好应对挑战准备的时光 七月 十月 十一月整体运势尚可 除十月 十一月外的时间 感情运势低迷 故需多放些心思 在感情或另一半身上 避免负面循环 事业方面 运势大起大落 多危机 多利用运势好的时机发展自身能力 策划 执行新的事业计划 以免运势欠佳时无法应对 财富方面 要做好规划 谨慎理财 以免入不敷出 五 生孝龙下半年运势 小兄 利感情生孝龙下半年的运势尚可 会遇到小的挑战 但大体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 感情运势大好 除了七月份 桃花不足外 其余月份桃花回归 单身者有机会邂逅到心仪的异性 部分采取积极主动的行为会比较有力 恋爱中的人对感情的投入会增加 感情升温 事业方面 七月 十月运势不利 会遇到强烈的竞争关系 其他时候 运势会有贵人相助 事业发展平稳 有利于个人成长提升 六 生孝舌下半年运势 大吉 利财运生孝舌下半年的综合运势 也许不能算是最好 但是财运方面表现特别突出 除了十一月财 运法善可尘外 其他月份都有旺财的预兆 省财之道 财运收入将获得持续增长的空间 事业方面 七月 十二月运势不太好 工作繁荣压力大 其余月份虽然压力问题也存在 但是积极发展的动力更足 有持续进步的空间 感情方面 下半年的中后期桃花显现 单身者容易获得异性的青睐 有望结束贵族身份 恋爱中的人更加亲密无间 七 生孝马下半年运势 小兄 不利事业生孝马下半年的整体运势尚可 但是事业领域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 九月开始 事业运势持续走低 在其负面影响下 财运乏善可陈 工作阻碍多 劳心劳力 付出多而收获少 而且容易遭遇莫须有的指责 如果能在贵人的帮助下 踏实工作 积极解决问题 或者逆转局面 七月 八月事业运势较好 感情方面 八月 十二月感情运势尚可 单身者容易获得异性的青睐 恋爱中的人关系可飞速发展 其余月份感情状态空虚 远来远去 多波折 以谨慎处理 八 生孝阳下半年运势 消极 利财运生孝阳 下半年整体运势 可能并不如人意 事业和感情领域都存在不稳定的状况 好在财运旺 利财富收益 可了以未见 七月和十二月财运欠佳 财政拮据 容易有财物损失 需注意防贤财 意外失落 保证合理花销 下半年的其余月份均旺财运 可合作生财 会有不错的收获 事业方面 七月运势尚可 之后几个月压力比较大 可能会遇到不少小人 麻烦是非 闲言闲语也比较多 自身情绪容易过激 导致影响人际关系和工作 需要顶住压力 才能胜任工作 有更好的发展 感情方面 八月 九月 十二月桃花望向 感情运稳定 但要多收敛自己的小情绪 多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 其余的几个月容易有情感困扰 矛盾纷争 单身者行缘淡薄 九 生孝侯下半年运势 终极 立贵人生孝侯 下半年整体运势稳中有生 多得贵人相助 尤其是事业领域 多可带来好运气 多加期待 七月 八月和十二月均可在职场中 又或者是困境中遇见贵人相助 可能是长辈 朋友 事业方面 整体来讲这几个月都蛮有力的 工作上效率高 有极强的创造力 能和领导 同事建立友好的关系 有开辟新领域的机会 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下半年中旬财运欠佳 谨慎与人合资 投资要做好计划准备 十一月偏财运家 感情方面 可能起风波 恋爱中的人应多些耐心呵护 以免感情生变 单身者桃花运停止不前 多参加交际活动可有效改善 十 生孝季下半年运势 小兄 不利失业下半年生孝季的运势 依旧不够理想 低开高走的趋势 年底可迎来好运气 前几个月 工作上任务比较繁重或压力较大 缺乏进取的动力 凡是想要依赖别人 或遇是非 消人 以谦虚谨慎 保持良好的态度 低调做事 以求稳定发展 年底 财富运势也随着事业发展 多有起伏 感情方面 七月和年底桃花运势大好 不妨大胆追求爱 或可赢得异性青睐 恋爱中的人感情升温 其余月份 单身者受寂寞情绪的影响 不利沟通 桃花比较单薄 恋爱中的人面临感情上的竞争 十一 生肖狗下半年运势 消极 立财运生肖狗下半年运势尚可 财运方面 运势加 七月财运一般 之后下半年的几个月份财运不错 经营得力 收入稳定 不妨扩大规模 或进行多方投资 事业方面 八月 十月和十二月 工作上 表现出色 上级赞赏有加 有加薪的机会 立于升职加薪 事业上有所发展 其余月份 要面临竞争压力 有时未变迁的迹象 建议稳扎稳打 辛勤付出以求后报 感情方面 八月份开始感情运势走高 单身者有机会泄后到美丽的情缘 恋爱中的人能获得更平稳的感情发展机会 十二 生肖猪下半年运势 小兄 不利感情生肖猪下半年运势一般 小的波折不断 需要努力应付 尤其是感情领域受到蛮大的冲击 九月和十二月感情运势尚可 其余月份桃花运势减弱 单身者桃花比较单薄 感情上有暧昧的现象 但难有实质性的发展 恋爱中的人需 注意交往过程中的小摩擦 或面临感情上的竞争 事业方面 因为贵人的帮助 无明显运势下滑现象 事业上容易得到朋友扶持和帮助 贵人援助 可以成绩取得上司的信赖 突破困境 有大好的发展空间 财运上 可获钱财 利于积蓄 但是要注意 十一月工作上任务比较繁重或压力较大 八月 十一月财运欠佳 要注意合作关系的变动 防钱财若他人口袋 二月财运 卡仪 简 WAY